通常者的通行都十分不友善 甚至还有补教民师 因此在这里摔倒了 摔得满脸都是血 怒哄高雄市政府根本漠不关心 这市长是在睡觉吗 调查发现高雄市政府 推行的七楼整平工程 十二年来只完成十公里 六都排名倒数第二 就连双北的工程 进度都是高雄的十倍以上 根本是被甩到连车尾灯都看不到 就这样子就会摔了 不叫民师拿雨伞当拐杖 手脚贴纱布脸上还有伤痕 三年前出门买早餐 走七楼却因为高低落差 脸部朝下摔得满脸都是血 那这个没有斜坡这种叫断癌 这个真的是害死人 我觉得市政府的这种进度 跟落后跟漠不关心 市长在睡觉吗 24 拿出皮尺一粮七楼高低落差 24公分如同断癌摔得满身伤 对洗人超不友善的 还有高雄火车站对面骑楼 骑楼不仅高高低低 还有三层阶梯落差更严重 学生需要助跑跳上来 老人家则是拿雨闪用了一撑 再走到落差最小的地方 因为之前下雨天 路花差点摔伤 快要早 高高低低的 还蛮怕的 就是你要很小心的走 民众抱怨骑楼高低落差 高雄市政府花了12年 只整平10公里 平均一年才0.8公里 六度垫底只赢台南 行政效率差 被双倍甩到连车尾灯都看不到 绿营议员也觉得不OK 现在不止两年要拼四年了 我们已经落后人家10倍以下 现在会用棋楼顺平 针对高低差的部分 我们去做顺平 顺平铺斜坡 不需要住户同意书 加换行政效率 这款处已经拿到近千万经费 从高雄火车站周边开始施坐 预计一年可以完成1.5公里 不让断癌其谋成为都市进步反指标 记者洪夫人代名王书宏 高雄島 אנחנו也杀ITE